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的热点背景 今报中国国资委17家公司造假 坑害股东 近日从中央到地方 多家国资委控制的公司被接造假 数百万股东利益受损 并且一些公司还利用政府掌握的政务数据非法牟利 引发关注 8月25日 网络流传一张中国国资委造假名单的图片 包括国务院国资委控股的航天动力 保利联合等公司 也包括众多地方国资委控股的公司 如上海市国资委控股的复旦复华 深圳市国资委控股的特发信息 北京市国资委控制的东方园林等 共17家 图片显示 上海市国资委控制的复旦复华 连续10年财务造假 顶着复旦光环 让6万股东踩雷 深圳市国资委控制的特发信息 连续造假5年 虚增力17亿 平潭市国资委控制的海峡创新 连续两年财务造假 3万股东踩雷 中共国务院国资委控制的航天动力 被曝光4年财务造假 虚增了38亿 7万股 东瞬间采雷 其他还有 邯郸市国资委控制的汇金股份 新疆国资委控制的中泰化学等等 随后 在海外X平台 有网友又提供了 此表格中被遮挡的部分 国资委控制的造假公司 包括由国务院控制的保利联合 三年利润3亿元 四外股东遭遇风险 北京市国资委控制的东方园林 连续4年造假 股价从223元 跌至1元 10万股东受损 事实上 新浪财经曾于8月9日报道披露 国企频频财务造假 还有龙头企业造假10年 其中列举了上述图片中的17家公司 8月6日 中纪委网站也曾发文 深度关注深挖彻查资产评估造假 其中提到多起国有企业 对国有资产评估造假的案例 另外 今年6月份 中国审计署发布的 《关于2023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 报告称 政府部门控制的单单位 利用政务数据牟利成为新苗头 报告称 4个政府部门所属7家运维单位 未经审批自定数据内容 服务形式和收费标准 依托13个系统数据 对外违规收费2.48亿元 海外X平台网友说 把A股的止跌不涨的核心机密曝光了 从母产万金开始造假就是刻在基因里的东西 这些都是公开的 没公开的韭菜永远不会知道 例如国家领导人及其家族成员的收入情况 不造假就不叫国资委 就是收割韭菜用的 名声臭了换个名字出来继续骗 接下来我们要深入探讨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 随着外资撤退 中共却开始将目光转向民间资本 近期中国经济增长乏力 外资的信心严重不足 这一情况引发了政府的高度关注 中国发改委联合多个部门发出通知 试图促进民间投资 并启动了一系列政策 以提升民营经济的发展 然而在国有企业垄断的背景下 民企的运营环境却愈加困难 即使有政策文件相继发布 但企业主们对其持续性和实际效果 仍然抱有怀疑 许多民营企业家对于政策的信心不足 认为这些措施可能无法真正改善 他们的经营环境 另一方面 外资的持续流出 显示出对中国经济的悲观情绪 特别是在半导体等敏感行业 面临美国管制的影响下 外国企业正迅速减少对中国的投资 根据最新数据 2024年第二季度 外资撤出的资金创下历史新高 这将对中国经济造成进一步的挑战 我们将深入分析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 以及未来中国经济的走向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突如其来的外资撤退正在深刻影响中国的经济前景 这种动荡 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经济现象 更是一个政治与社会问题的综合体 在全球经济风云变换 政治格局频繁调整的背景下 中国经济的下行趋势愈发明显 而民间资本成为了政府新的关注点 在最近的消息中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联合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 出台了旨在促进民间投资的通知 这些部门共同发起的通知 涉及多方面内容 意图通过建立促进民间投资的资金 和要素保障机制 来推动民间资本的发展 具体措施包括 推介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 重点项目加大政府投资支持力度 为民间资本提供 用化投资决策管理和审批服务 此外关于融资支持 发改委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 正在研究制定相关政策 旨在引导金融机构 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 提升民间投资项目的融资便利度 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 尽管这些政策措施看似全面而周到 但外界对其实际效果却持怀疑态度 去年7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 也强调了民营经济在推动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并提出了28条具体举措 然而这些政策在实际执行中能否有效 仍然是个未知数 事实上许多民营企业主 对这些政策持怀疑态度 认为政府的承诺可能缺乏续性和实际操作性 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园中 国民营企业家胡立任直言 政策的实施往往依赖于与政府关系的好坏 有些政策可能只对特定企业有效 而其他企业则需要通过贿赂官员来争取政策支持 全球投资趋势的变化也在影响中国经济 根据《日经》中文的报道 欧美企业在投资前会广泛调查商业环境 而新修订的反间谍法在2023年7月生效后 多家调查公司的业务陷入停滞 企业新增投资所需的调查无法完成 半导体领域尤为明显 美国对华管制的严格化 使得这一领域的投资大幅减少 融顶资 虚的数据显示 从2018年到2022年 中国在半导体领域的直接投资份额 从48%降至1% 与此同时 美国在这一领域的份额 从0%上至37% 印度、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合计份额 也从10%上升至38% 中国经济的地迷使得投资者纷纷避险 资本外流明显 2024年第二季度 外国投资者从中国撤出的资金 创下历史新高 反映出外资对中国经济的悲观预期 根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 第二季度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 录得付148亿美元 意味着流出中国的资金多余流入 这不仅是自1990年以来 首次年度禁流出 也是该指标自1998年 有记录以来的第二次复数记录 彭博社指出 经济放缓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 导致一些外商减少了投资 而中国向电动汽车的快速转变 也让外国汽车公司措手不及 促使一些外企撤回或缩减了投资 尽管北京当局在吸引和留住外商投资方面 做出了越来越多的努力 但外商投资还是出现了下降 去年增幅是有记录以来最小的 北京希望向外企展示其开放性和吸引力 希望这些外企能带来先进技术 抵御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 对中国去风险的压力 然而外资的撤离 不仅仅反映了经济信心的下降 也折射出了更为复杂的政治和社会环境 外商直接投资被北京当局 视为经济信心的重要体现 但近年来的实际情况却是 跨国公司越来越倾向于将资金留在国外 而不是中国 这种趋势背后不仅有经济因素 更涉及到政治风险评估和全球供应链的重组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统计数据显示 2022年第一季度外商直接投资 触及1072亿美元的历史高位 但随后在上海封城等因素影响下 大幅下跌至378亿美元 今年上半年 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下滑29.1% 这一降幅从年初的11.7%逐渐扩大 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担忧 从这些数据和政策动向中 可以看出中国政府试图通过一系列措施 来挽救经济下滑的趋势 但外资的撤离和民间资本的困境 显示了更为深层次的问题 政策的频繁变动和执行的不到位 使得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难以建立长期的信心 而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 特别是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 进一步影响了外资对中国市场的信心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外资的撤离将对中国经济产生多方面的冲击 首先,直接投资的减少将影响资本积累和生产能力的提升 其次,外资企业的撤离可能导致技术转移的中断 影响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最后,外资撤离还可能导致就业机会的减少 影响社会稳定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 外资撤离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政治环境的担忧 这不仅影响到经济 也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外交政策带来挑战 如何在吸引外资和维持政治稳定之间找到平衡 是中国政府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社会层面 民营企业的困境不仅是经济问题 更是社会问题 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发展关系到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稳定 政府需要制定更加有效和持续的政策 提供更为公平和透明的市场环境 以恢复和增强民营企业的信心 综上所述 外资的撤离和中国经济的下滑是一个复杂的多维度问题 涉及经济、政治和社会多个层面 政府虽然在积极采取措施 但实际效果如何仍需时间检验 关键在于能否提供一个稳定、透明和公平的市场环境 让外资和民营企业对中国经济重拾信心 这不仅需要政策层面的努力 更需要制度和结构性的改革 如何在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的风云变换中找到自己的定位 是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内必须面对的重要议题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抢钱 城市罚款收入超过500亿美元 据日经亚洲报道 与十年前相比 中国地方政府的罚款收入增加了一倍 此举是为了弥补 可能引发公众强烈反对的其他收入来源的损失 政府数据显示 2022年罚款收入总额将达到3687亿元人民币 高于2013年的1613亿元人民币 虽然2023年的数据尚未公布 但根据2018年以来罚款非税收入的份额 这一数字可能在3800亿元左右 上个月记者访问了辽宁省前石油生产中心盘景市 看到该市城管的车辆在附近巡逻 严厉打击违规停车和未经批准的露天市场 去年盘景市罚款总额达13亿元 平均每个居民罚款1000多元 相当于全市税收收入的13% 这几年执法越来越严厉了 一位网约车司机说 开车不给行人让路就要罚款200元 这可是你一天的收入啊 中国媒体财经发现 2018年至2021年 全国247个主要城市中 有29个城市的罚款 收入至少相当于其税收的10% 一些经济规模较小 税收收入较少的城市 特别依赖这些资金 例如广西的吴州和贺州 上述占比分别为29.8%和23.2% 去年秋天 四川梁山遗族自治州的官员 开始对居民的住所进行检查 以改善卫生状况为由 对诸如未洗碗或未整理床铺等违规行为 处以3元至20元的罚款 在洛阳市 一名男子因出售农药残留量高的蔬菜 赚取21元 被罚款11万元 许多地方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困境 因此出台了这些严厉措施 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低迷的背景下 向开发商出售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收入大幅下降 去年较2021年的峰值下跌了30%以上 在中国经济降温的情况下 税收收入似乎也不太可能大幅增长 迫使一些城市转而用罚款作为替代措施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担心更多的处罚 可能意味着更多的公众不满 有可能引发公众的愤怒 类似于2022年秋季对新冠清零措施的强烈反对 中央政府一直在发布通知 敦促地方当局不要征收过高的罚款 财政部在3月份发布的2024年财政计划中表示 将严格禁止以任何形式随意征收费用 罚款和收费 在上个月召开的三中全会上 中共决定将奢侈品消费税收入 花给地方政府以补充其收入 但普遍认为 这不足以解决许多城市面临的财政困境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中国五部委联合行动 限制地方市政基建项目控制隐性债务 据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地方政府被要求遵循审批程序 确保资金来源 加强预算控制 中国财政部已经禁止地方政府 为那些没有收益或收益不足的 市政基础设施项目 举借非法或不合规的债务 以遏制所谓的隐性债务 周一财政部与其他五个部委 共同发布通知 要求地方政府在7月底前 遵循审批程序 确保资金来源 加强项目预算控制 以防范债务风险 根据市政基础设施资产管理的相关规定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所融资的基础设施项目 其所产生的收入必须优先用于偿还债券 不能挪作他用 尽管没有官方数据表明 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规模 但估计这一数字可能在30万至50万亿人民币之间 而去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为126万亿人民币 2018年 财政部要求地方政府在5到10年内清理隐性债务 并在2022年底表示 隐性债务规模已经缩减了三分之一以上 针对地方债务风险的担忧 财政部在周一强调 目前的风险总体可控 隐性债务规模正在逐步下降 中国正试图清理地方政府积累的大量隐性债务 这些地方政府因长期的房地产市场低迷 而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土地销售收入大幅下降 曾是他们的重要收入来源 财政部表示 今年前七个月 财政收入较2023年下降来分之2.6 低于全年3.3%的增长目标 要填补这一缺口 主要依靠经济基本面的复苏 非税收入的支持 以及超预期的国债发行 广发证券高级宏观分析师 吴奇英表示 从广义财政收入来看 低迷的土地市场仍然是一个拖累 政府基金预算收入7月同比下降了33.6% 其中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下降了40.3% 从广义财政收入来看 低迷的土地市场仍然是一个拖累 无补冲道 这种趋势在8月不太可能逆转 在《求是8月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 财政部党组承诺将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 加快建立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财政体制 全球范围内政府债务也在上升 根据国际金融协会的数据 到今年3月底 全球政府债务已达创纪录的91.4万亿美元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农夫山泉利润大跌 中国人转向折扣瓶装水 据南华早报报道 农夫山泉作为中国大陆最大的瓶装水生产商 在上半年报告中显示 其利润增速大幅放缓 主要原因是市场竞争激烈 以及经济前景不确定 该公司总部位于浙江省杭州市 今年1月至6月期间 实现利润为62.4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8% 虽然这一数字略高于彭博社调查中 分析师预期的61.7亿元人民币 但远低于2023年上半年5.3%的增长率 公司收入增长8.4% 至222亿元人民币 而去年同期的增幅为23.3% 农夫山泉在周二向香港证券交易所提交的财报中表示 中国软饮料市场的潜力依然巨大 各品牌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 随着消费者对健康饮品的需求日益明显 市场也在向更加自然健康并鼓励创新的方向发展 农夫山泉股价收盘下跌0.3%至30.2港元 今年以来 其股价已累计下跌31.9% 在上半年 农夫山泉包装饮用水产品的收入 同比下降18.3%至85.3亿元人民币 尽管包装水销售疲软在预料之中 但我们预计其茶饮料销售 2023年占集团销售额的30% 将在今年同比强劲增长50% 花旗分析师魏小波在研究报告中表示 农夫山泉由中国大陆首富中期元掌控 中文控制的农夫山泉生产 包括包装饮用水 及饮茶和果汁等一系列饮料产品 推广活动削弱了农夫山泉的毛利率 上半年毛利率下降至58.8% 较去年同期下降1.4个百分点 由于广告和促销活动的增加 公司的销售和分销费用增长了5.9% 达到49.7亿元人民币 今年上半年中国大陆经济同比增长5% 零售销售额增长3.7% 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 而2023年同期增长为7.2% 根据全球咨询公司贝恩和市场研究公司 凯度的联合研究报告 由于经济前景暗淡 中国消费者对就业前景的担忧日益加剧 自2023年第一季度 中国退出清零政策以来 消费者越来越倾向于 在个人护理产品和饮用水等消费品上寻找优惠 在饮料领域 消费者表现出明显的价值导向 促使他们更多选择 下个更实惠的产品 研究显示 消费者还更强于在折扣店购买商品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